大家好我是Paul 周五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又到了愉快的百字故事 耶 每次说都很开心 好 那这篇的标题叫做 Common Ground 就是我跟你之间的共同点 共同的 我们站在同一块地上 好 Common Ground 故事很短 没有很困难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重点在于 讲解其中一个文法 在我的标题里面 有时候我们说 我也是 你当然说me too是OK的 可是可能有一个比较 文法上正式一点的说法 so am I so do I so did I so have I 到底用哪一个 就要看你的问句长什么样子 那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叫做 as am I 就把so改成as 这你可能有没有听过 说不定没有 因为据我知道 好像在我们的课本里面 没有看过这个东西 我是在国外有看过 在跟母语人士实际的往来中 有听过 但是我知道台湾好像很少看得到 那这篇里面正好有 来我们就看一下 好 所以希望你有留下来继续看了 好 先预告一下下 等一下会上到的英文的内容 但我觉得我们的重点 其实还是在赏悉这个东西 希望你对它是有感觉 那文法上的东西的讲解那些的 虽然说你可能觉得很重要 但对我来说 其实那是次要的 但那是 beside the point 来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common ground My name is Sarah I say I am from India Never met an Indian with that name They say Is it short for something? No That's my first name I say It's from the Quran Coran I don't know if you can read it Koran Koran No way It's a biblical name They say Are there Muslims in India? Yes 200 million I say We thought every Indian was Hindi They say A majority are Hindu But there are Muslims, Christians and others too I say Hindi is a language My mother tongue How is your English this good? They say We were a British colony I say As were we They say 结束了 好 所以你如果稍微有听懂 或者跟什么一起读懂的话 你可以感觉出来是两个人的对话 而我们能够感觉这个对话里的张力吗 应该可以 这个张力是什么 它的tension在哪里 tension在于 讲话的那个对方 对于这一位主角 有极大的误解 而且有很多文化上的stereotype 所以 讲到了这个stereotype 就是刻板印象 有非常多的刻板印象 在这个短短对话里有出现 也显示出了 对话的那个对象 非常的无知 而且无知到 一点都 不隐瞒的 一点都没有藏起来 我就让你知道 我对你这么的无知 我甚至不会怕 我冒犯到你 我就让我的无知流出来 让你感受到 然后我甚至不会怕我冒犯到你 我们非常明显的就会 能够感觉得到 这个对话者 是美国人 从里面内容是推敲的出来的 所以你在治理行间 能够读得出的 就是这些资讯 OK 对方大概是American 如果今天我们真的是在国外上英文课的话 我讲的这些东西 你把它写出来 你的英文考试就可以过关了 真的 OK 就是我们能从短片故事里面 读出这个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 他的message是什么 他想要造成出来的一个感觉印象 或什么这些的 就你能够读得懂 那表示你就有鉴赏文学的能力 大概是这样 好 来 那我们就看里面的一些stereotype 或者是ignorance的部分在哪里 他先说 我的名字是Sera My name is Sarah I say I'm from India 我来自印度 没问题 然后下一句 据点后就是对方说的 所以他说 我从来没有遇过一个印度人是有这个名字的 So never met an Indian with that name they say 所以没有遇过印度人叫Sera的 好酷 然后他接下来又问了 就对方问了 Is it short for something? 什么意思 就是是不是说短了 OK 说短了 例如说 假设有很多人的名字很长 像Alexander 亚历山大 我们就说短成Alex Elizabeth 伊丽莎白 版本太多了 Liz Eliza Lisa 都是Elizabeth的说短版 所以他就问他 Sera Is it short for something? 说短了吗 这样子 No That's my first name 没有说短 我的名字就这一个 First name是什么 就是你的given name 我记得我好像以前讲过这东西 所以你的无所谓都是复习 First name given name 就是取出来的那个名字 那还有东西不是取出来的吗 呀没错 你的信不用取 对不对 所以你的last name 跟你的family name 是同样一件事 就是你的信 这样子 所以他的given name 是Sera I say It's from the Koran 所以他来自于克兰金 No way 所以对方说 不是吧 Right 那为什么呢 因为对方说的是 可这是圣经的名字 It's a biblical name Bible是圣经 那他的形容词就是biblical It's a biblical name 所以对美国人来说 Sera就应该只有基督教才会用 因为这是biblical name 那他们可能并不知道 可兰金就是回教的经典 跟基督教 跟基督教 天主教 甚至跟那个犹太教的 都有非常多重迭的地方 他们可能不知道 所以这里就已经显示出 他的无知了 这样子 It's a biblical name They say Are there Muslims in India 然后接下来他们就问 你既然说是来自克兰金 那你又说你是印度来的 那所以印度有穆斯林 所以这他们可能也不知道 当然有 废话 那印度事实上有非常多的宗教 所以他接下来解释 Yes 200 million 两亿 两亿的穆斯林人口 然后你不知道 所以这个人就 一点都不介意的 透露出他的无知 这样子 当然其实我也不知道 但要是我今天跟一个人这样对话 我可能就不敢问这个 因为说不定问了 你还会觉得你白痴 这样子 好 anyway 所以总是他问了 那我们多讲一个概念 就是 很多宗教的名字 跟那个教徒 基本上是 字是很像的 像基督教就说 Christianity 那信基督的 基督徒就是Christian 所以这个两个字 长得非常像 那你知道佛教吗 就是 Buddhism 对 Buddhism 两个D There we go Buddhism 那佛教徒就是 Buddhist So Christianity Christian Buddhism Buddhist Roman Catholic OK Roman Catholicism 应该这样讲 所以这叫做 天主教 那Catholic 就是天主教徒 跟长得一样 Right 那犹太教 叫什么东西 The Jewish Religion 突然间我卡住了 好 但算了 这个先跳过 好了 我们讲最后一个 就是 那那个 穆斯林怎么办 所以他们其实信的是Islam 所以伊斯兰教是他们的宗教 那可是他们的教徒 跟Islam这个字 没有关系 他们叫做 穆斯林 这样子 OK Muslim Muslim 好像两个发音我都听过 Muslim跟Muslim 但大概不是重点了 无所谓 好 所以这里小小整理一下 所以宗教名称 跟那个教徒 那绝大部分是 可以看得出来的 相关处的 可是 回教却是没办法的 所以回来这里 所以有没有穆斯林 所以印度是有信 回教的吗 那当然有 有两亿 好 200 million Without every Indian was Hindi they say 那他们又说了 我们以为每个印度人 都是信 Hindi 那Hindi是一个 他以为是个宗教 这样子 印度教 可是印度教就是Hindu OK Hindu 因为下一句就说了 Hindu OK 所以他说 We thought every Indian was Hindi they say a majority are Hindu but there are Muslims Christians and others too 所以但 他说绝大部分 是Hindu 所以他就 透过这个回应 来纠正他 不是Hindu 是Hindu 而Hindu是什么呢 Hindu是一个语言 是我的母语 你看我也不知道 说真的 你可能 你八成也不知道 所以Hindu 是印度教 教徒 Hindu 是印度讲的语言 这样子 所以他刚刚在跟他讲宗教 然后他以为每个印度人都是Hindu 你看 多无知 所以他就纠正他 A majority are Hindu but there are Muslims 但是也有 穆斯林 有基督徒 也有其他的 Christians and others too I say Hindu is a language my mother tongue 所以 Hindu是我的母语 可以 你的英文怎么这么好 How is your English this good they say So we were a British colony I say 我们是英国殖民地 所以我的英文好 有怎么了吗 As were we they say 我们也是 所以他 也就是说 等于真的讲到最后这一点点的部分 才掉出了 才拉出了诗的题目 OK 所以最后这一句两句 才终于拉出了诗的题目 也就是 这个美国人跟这一对 这位印度女孩 他们唯一的共通点 就是都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 就这样 而事实上等于没有共通点 对不对 所以这首诗的名字 反而是有点ironic的 是有点讽刺的 或者应该讲说 比较有点sarcastic的 这样子 OK 好 所以这里说 我们这里讲 算是讲完了 但是我们最后这两句再说一次 We were a British colony I say As were we As were we 我们以前也是 所以过去是were 但为什么不是so were we 好 所以先就告诉你这两个分别 如果今天你讲的是so am I 改成as am I的话 它的分别在哪里 分别就在于 好 这事实上是我网路上找的资讯 那这个资讯 我觉得还算可以信得过 可是只有一处看到这个地方 所以我也不敢说它真的完全对 so take it with a grain of salt 但无所为 我们来看说 they are quite similar on the surface and mean exactly the same thing 我愿意接受这个说吧 看起来蛮像像的 就是把as换成了so而已 那他们意思一样 exactly the same thing but so is something is codified and very common 所以你用so am I 这样子的expression的话 非常common 而as am I 就非常的formal 跟archaic archaic的意思就是 已经远古古老道了 古老道不太有人用了 老旧的用法 所以它很formal 很archaic 所以一般来说 so am I 是比较在conversation上会用到的 所以大家懂意思 所以如果说 你今天没有看过as am I的话 那你就知道了 那接下来我要解释的 就是我刚刚说的 就是到底是so am I 还是so do I 还是so have I 还是什么其他的呢 完全看你原本 那个句子长什么样子 所以那个句子里面 如果有原本 它就有的助动词 那就是用那个助动词 来编出来 如果没有那个助动词 因为是一般动词的话 则会用do跟does来使用 如果是过去是用did 好 我讲这个规则 你可能会觉得三小啊 我们用例子来说会比较快 OK 我如果跟你说 我中午吃了面 你说我也是 so I had 我吃了面 I had noodles for lunch 然后你说我也是 so 是什么呢 had I吗 不对 不对 因为这里的had是动词 而这个动词 没有助动词 对 那在没有助动词的状态下 当你要用这种 省略的回答性的方式的话 我们就必须生出 那个没有意义的助动词 就是do跟does 而had是过去式 所以这里是did的 所以这两个答案的话 这个是对的 有听懂 好 那我再换一个 例如说 我在跟你交往之前 我曾经 我已经交往过了 五个女朋友了 so I had had five girlfriends 或者我讲 five relationships 好了 OK 五个不同的关系 I had had five relationships before I met you 在我认识你之前 所以我认识你是两年前 那两年前的更早以前 我有过五段关系 所以时间上就比 遇见你还要早 所以前面我就必须用成过去完成式 听懂我意思 这个时态 我们曾经也讲过 所以这里会变成had 过去完成式 OK 那后面的I met you是过去式 很简单 所以再强调一次 我认识你之前 那我认识你已经是过去式了 比过去式还要早 用过去完成式 OK 那如果就正巧 你也在认识我以前 有五段关系好了 偏偏讲五段 为什么这么巧 好他不管了 那你就会说 我也是 So did I吗 不对 因为你这里是个过去完成式的结构 完成式的结构就half加PP 所以它等于算是 你可以理解为是有类似助动词的概念在里面 因为它真正的动词 原本真正的动词是在后面那一个 而前面那个half加PP的half 像是助动词一样 所以这边就变成so had I 才是对的 OK so had I 这个才是对的 这样大家可以理解 这两个的比较 我觉得还蛮经典的 可以这么说 那我们换一个简单的 换一些简单的好了 像说我是个老师 我也是 我再说我是个老师 你听了说 我也是 so I am a teacher 那so后面接什么 do吗 does吗 不对 这里是BE动词 那就用BE动词就好了 so I'm a teacher so am I 酷 没问题 OK 那我们这边跳开一下 如果说你说 我说我是个老师 你说我哥哥也是 那so and my brother吗 不对 my brother是第三人称单数 所以BE动词就把它改成 so is就好了 so is my brother 听懂意思好 OK 那 如果你今天爬山遇到一堆人 然后那一堆人说 看我们现在迷路了 然后你们这一堆人对他们说 干我们也是 所以在山上遇到两堆人都迷路 所以他们可能说 we are lost 然后你们说 我们也是 so 然后呢 we对不对 中间那个词是什么 well we are lost 是不是be动词有在这里 yes so so are we yes 这样就可以了 OK 好 所以介绍几个 我知道台湾大概国中很爱考这个 好 这算是比较基础文法 说实在的 所以要是有助动词 用助动词 来接这个soul什么什么的结构 要是有完成式 你就用have或者has 或者如果是过去完成式 用had 这样子 如果是be动词 就用be动词 我们好像没有介绍到 其他助动词的好了 来我们再看一下 这样子 例如说 你来我家玩的时候 我是非常欢迎你留在我家留宿的 所以要是你没地方 你太晚了 你不想回家 我有客房可以给你睡 然后你听了之后就说 我家也有客房 你来我家玩的话 你也可以这么做 OK 所以 you can stay overnight when you visit OK you can stay overnight when you visit 当你造访的时候 you can stay overnight 因为I have rooms I have rooms I have rooms 非常多的房间 那你对我说 你也可以哦 如果你来造访我的话 所以 so 然后呢 有没有助动词 有啊 can嘛 对不对 right 所以我就说 so can you when you visit me OK的 you can stay at my place overnight when you visit so can you when you visit me 想听懂哦 有助动词 就用助动词 OK 再换一个助动词好了 好 你跟我说 你会去避旅 然后我跟你说 我也会去 谁不会去 除非有特别的事情的话 so I will go on the trip 然后你就说 oh yeah so will I will 都OK哦 那 讲到这里 还想再多讲一点 如果是负面的怎么办 就是 我不会去这趟旅行 那我也不会去 那就不是so了耶 因为so是表达肯定的 所以如果我们改成 I will not go on the trip 然后你说我也不会去 要怎么说 nei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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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 I 就是我也不会 ok neither will I I will not go either 也可以改成这样 I won't go either 那变成 either 不是neither 因为 won't的部分 已经把否定拿走了 所以后面就不会是neither 只会是either而已 所以另外这个版本 也写给你看 I won't go either 这样也可以 OK 好 好 到这里大家可以 这些例子我觉得 应该不会太难理解 所以我们用比较生活化的方式 用例句来学英文 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学习方式 而不是背大堆共识 那我这边告诉你 其实是有规则可循的 OK 而且你英文用久了 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 变成你的second nature trust me it would happen OK because that's what happened to me 好了 那今天很高兴讲了一下 短片故事 我们要不要再念一次 好 再念一次好了 因为它真的很简单 说真的 My name is Sarah I say I'm from India Never met an Indian with that name They say Is it sure for something? No That's my first name I say It's from the Koran No way It's a biblical name They say Are there Muslims in India? Yes 200 million I say We thought every Indian was Hindi They say The majority are Hindu But there are Muslims Christians And others too I say Hindi is a language My mother tongue How is your English this good? They say We were a British colony I say As were we They say 结束 好 所以 这个人真是个印度人 前面你看到印度人名字蛮长的 这个Sidhiki 是我还蛮熟悉的一个名字 就是 很多人有这个当作信 或者之类的 很有趣 好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